不耐烦的驾驶人狂按喇叭 机车任意横跃马路和汽车征道 这里不是台北或是任何一个台湾都市 而是七大工业国之一的意大利首都罗马 美联社引用的估计显示 每天会进入罗马市区的汽车达174万辆 因此针对市中心大约210平方公里 俗称绿带的区域由市府制定规范 从2022年11月开始 禁止排放不符合标准的车辆进入 例如现行标准是汽油引擎车辆 至少达到欧盟三期标准 柴油汽车只为欧盟四期 740c以下迷你车还有机车 只为欧盟二期 2020年到2021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市区交通流量大减 空气品质明显改善 但防疫管制松磅之后 车潮人潮都回来了 也让当地的医疗人员悠行冲冲 按照原定时程 2023年11月开始标准更加严格 汽柴油车一绿 至少要达到欧盟四期标准 迷你车和机车也升级到欧盟三期 不过当地有不少车主认为 绿带的管制区域达到 两百一十平方公里 受影响的车辆多达三十五万辆 是否应该给民众更多时间 美联系的报道指出 比起其他的欧洲大都市 罗马的大众运输相当落后 运量也明显不足 是通勤民众必须开车的原因 也有车主认为 管制措施等于迫使民众换新车 而在这个物价飞涨的节骨眼上 要拿出一大笔钱 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新车 可不是容易的事 参与反绿带运动的民众 在原定生肖期限之前 搜集了三万多份的连署书 送交市府 也成功说服主管单位 延后新标准的生肖时间 不过为了跟上其他欧盟国家的脚步 达成逐步降低汽车数量 与排放量的目标 罗马市目前正加紧赶攻 扩建市区的捷印网 公司新闻学长编译